沙依老师打给我了 沙依老师 我也逗了她 我一打我也挂 哥 你可别后悔 那我给她打过去了 喂 开心吗 哥 你是我亲哥 我都要冒眼泪了 我真走不了 我今天这裙子 知道我也猜到了 穿着晚礼服 坐那车不合适 那你刚刚为什么打错了 你还打给谁了 你打谁都没打 就是逗你 我这个电话必须给你打 真的吗 那必须呢 那我打给你吧 就咱俩坐车吧 这样我不勉强你 你自己选择 好嘞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老感动了 真的 老感动了 那我打给 我打给谁呢 其实我想打电话给蔡西坤 但我觉得很多人会打给她 郭麒麟 打不打呢 刀具车在哪儿 我主动申请先去坐 给自己留一丝尊严 到座在哪儿 走 走 太煎熬了 门还锁了 坐会儿吧 咱漏好车 真下雨了 看看你们 违背天意 不给我打电话 老天都不允许 好 你 你 你 嗯 啊 哈哈哈哈 算了随晕 喂 哎哎 没人给我打啊 哎呀真烦 我都坐不下了孩子 差不多了吧 他们是不是 你们确定是同时开始的吗 是同时开始的 好多年不发短信了 有人给我发短信 郭麒麟 哎呀 这小心子一个一个用的呀 他说咱俩能打电话聊吗 好聪明啊 他们这一个一个的 麒麟居然没有收到电话 我第一次来这个节目 有好多不明白的事 想请教姐姐 姐姐可以给我打电话 教教我吗 他是在试探我 有没有人打给我吗 郭麒麟又给我发消息了 我说凯哥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那电话只能接 然后我说我也是 他说你得试试 我被人监视了 郭麒麟太平了 不愧是郭德纲老师的儿子 过不过你 反正 我已经知道大概的结局了 大概的结局了 我明白了 知道了 初来乍到 唉